我發現近日同學的義勇很有進步空間 例如呢,校服、髮色、還有髮型 是啊,所以經常都要我提醒 唉,可能他們忘記了 為什麼他們不知道? 不如我們問問小師弟、小師妹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經常被風景說我校服不整齊 你有沒有攝衣服? 有 你有沒有穿灰色長脈? 也有 嗯… 師姐,我們有問題想問 我們也有問題想問你們 那過你們先問 天樂上人被風景了,口陸不整齊 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攝衣服,又有穿灰長脈 還有什麼問題? 原來他們真的是對學校兒容的要求 一枝半解了 首先,男同學要扣好頸後扭 而寫衣服都要扣好 而衣服裏面就要穿白色底衣 但如果不是內衣服裏面的公仔就會透透出來 醜死怪了 而女服裏呢? 穿外套只要扣好扭或拉好拉鏈 不過你們記得在外套上寫回名字 不見了也找得回 灰長脈 灰長脈就對了 但記得要優好對脈 不要變短脈 如果脈頭太鬆的話 就要叫媽媽買個對給你 知道了嗎? 知道 女同學都要整齊的 領帶要貼近頸後扭 如果太鬆的話就調緊緊 領帶上面要扣有鐵效輝 明白了 白鞋和皮鞋 時刻都要保持清潔 例如白球鞋髒了就要拿去洗 不要變灰色球鞋 黑色皮鞋也要定時擦鞋油 保持粒粒 那就整齊得多了 知道了 師姐